大家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四,我们继续跟进市场的情况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者 我们先看消息面 那今天重要的数据是初请失业金人数已经连续下降了5周 说明劳动力需求依旧强劲 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5周下降 表明尽管经济全景不确定,但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仍保持健康 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9月10号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21.3万 低于市场预期的22.6万,以及上一次的22.2万 截至9月10号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四周均值呢 是降至22.4万,为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外,美国截至9月3号当周续请失业金人数为140.3万 仍处于历史低位 由于雇主仍在努力填补数百万个空缺职位 并留住现有员工 初请失业金人数一直在下降 不过随着美联储激进加息以控制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整个经济领域的需求 这一趋势可能会逆转 好,那这这个数据呢 就表明当前的就业情况还是相当OK的哈 相当OK 那这也为后续美联储加息预留了一个空间啊 美财政部最新数据揭示了美国近31万亿美元债务的构成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 美国有大约30.9万亿美元的国债 最早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达到创纪录的31万亿美元 数据显示,美国未偿公共债务总额中约有24.3万亿美元由公众持有的债务组成 6.6万亿美元为政府内部持有的债务 财政部在其官网上表示 政府内部持有的资产包括联邦信托基金 循环基金和特别基金 以及联邦融资银行证券 财政部表示公众持有的债务包括非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任何个人或实体持有的所有国债 这包括公司、国内个人投资者、地方或州政府、联邦储备银行、外国投资者、外国政府和其他实体 公众持有的债务约有三分之一由外国持有人持有 截至6月底外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约为7.4万亿美元 这是有可用数据的最近一个月 美国国债上一次达到里程碑市 在2020年的2月份 当时它首次超过30万亿美元 国会预算办公室在7月份发布的长期预算展望中警告称 不断上升的债务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该机构表示 这将提高整个经济的借贷成本 减少私人投资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减缓经济产出的增长 好啊 这个我也是啊 这个在本频道首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构成啊 都知道这个债务肯定是很高的啊 那后续会怎么样呢 那需要看美元以及美国的一个信用的一个维持的一个情况 好吧 那目前呢 国际社会啊 这个肯定是想要避开 这个美国相关 特别是美元带来的一些风险啊 但是呢 避开也并不代表能完全避开 对吗 好 这就是美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状况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标普白指数期货下跌1%左右 我们看到日线图呢 是形成一根中等幅度的阴线 那么这根阴线呢 实际上比昨天的阳线更大一些啊 也就是说今天呢 还是走了一个空头 对吧 而且呢 在此轮的三天下跌中呢 是创了一个此轮三天的一个新的底点 目前呢 还在中间这根横向支撑区之上啊 所以我们需要看明天能不能跌破这个位置 对吧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嗯 今天四小时图啊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啊 我个人是表达了这个多头反弹的意愿并不是很强力哈 你看之前这些反弹这么强 这么强 但他这一点坡度都没有哈 那非常平缓 因此呢 我是优先倾向于看空一点点啊 那么今天开盘之后呢 虽然倒手第三根K线呢 有点横盘啊 但是后续呢 还是选择了阴线 我们看到现在还在下跌 下跌至百分之一点零几啊 一点零几 那后续能不能继续跌呢 按照今天这个选择的话 今天没有上行的话 那后续估计空头还要继续往下弄啊 继续往下弄 我们看到四小时级别的MSD是一个死叉开口啊 又开口了 对吧 所以呢 我是觉得空头有意 这多头没有意图上行啊 那空头可能会有意图再往下测一下啊 再往下测一下 那在局部方面啊 我们的下跌趋势线目前还是有效的 对吧 这根下跌趋势线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啊 这个位置是一个假的突破 那么在呃 通胀数据发布之后呢 立刻就拉了回来啊 我们一直在等待他往上走啊 没有 没有 我们同时呢 也可以再增加一个局部的空头趋势线啊 就是在这 这样的话 那这样呢 我们需要看啊 K线的一个选择啊 对吧 突破这还得突破这 那这样的话多头才会更有信心 好吗 那么现在呢 局部上有一些支撑啊 那后续看看能不能跌破 那一旦跌破的话 我们就要往下看了 对吧 好 这就是美股 美股近期的一个表现 说能不能上啊 上去再说呀 上去之后也不能立刻就看多呢呀 为什么 再说啊 现在还喂不了什么 好 这个是日线图的表现啊 今天的纳斯达克呢 下跌了1.6%左右 我们看 也是一根阴线啊 他这个阴线呢 也是比昨天的阳线要大一些啊 表明空头 在今天会更强一些 那他呢 也 就很快接近到这个底点了 对吧 一旦跌破这个底点 就说明这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过程 那这个波峰啊 实际上没有逆转这个波峰 对吧 那实际上是空头略强的一个表现 那只需要再确认一下更低的底点 那就说明现在就是空头波段了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嗯 也是如此啊 也是如此 偏空吧 没能拉到我们这根下跌趋势线之上啊 我们也可以 再加一根下跌趋势线跟一下 好 这就是当前的盘面啊 明天看一下能不能创新低 下一个交易时段就可以看出来啊 我估计 好 这个就是今天大盘的表现 那么今天啊 我们看一下黄金啊 今天黄金呢 是暴跌2.08% 那再创近期波段的低点 那这样的话 符合我们的预期啊 因为美元的加息呢 对黄金来说 是一个利空 我们看 对吧 而且通胀这么高啊 跟通胀没什么关系了 我感觉啊 就是加息呢 本身就利空 因为美元要走强嘛 其他的呃 美元资产以及类美元资产 他都要走空啊 都要走空 其他货币都是如此吧 啊 我们看这个美元 这个怎么看 不是 黄金这怎么看 看空啊 今天盘前我们是给的空吧 今天这个阴线比较大啊 而且创了一个低点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来着 有时候还是不知道啊 那来 再来一件 把这个调到这儿 那这样的话 想真正进入到牛市 是不是又得等到 这一根大型 下跌去上的右侧 再讨论了 有人说是的啊 没错啊 这就是趋势 按照趋势理论去判断 我们的呃 到底怎么去做啊 当然呢 在局部方向上 我们也可以布局一些多 或者是动 或者是空单 对吧 但是那个呃 那是局部的问题 但从宏观的趋势方面上 现在是一个不断创新低的一个过程 因因此呢 不应该看强牛市呢 哈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的时候的一个交易的情况 对于我们盘后属于复盘 同时呢 对下一个交易时段有一定的预期哈 那么今天呢 呃 他走出这么一个强势的阴线行 我看 跌下来弹起 跌下来再弹 哎 这不就五浪了吗 那 确实是如此 那么在局部方面 有可能在下一个交易时段 给出一定的反弹哈 所以呢 多头可以布局 日内超短线的小多哈 小多 好吧 这是四小时图上给人的感受 万一他不弹上去呢 哎 这就是逆时交易 你要冒的风险 那就跑呗 设定一个小止损去做呗 我们把这下距去线画好 是吧 其实做安全的一个交易点位呢 应该在下距去线的右侧 再做一些可能的反弹哈 在左侧 他随时有可能夭折 所以可以补助哈 那做空可以吗 我是觉得做空呢 并不是很好 你可以等待一个横盘 或者是反弹 之后再出现阴线再空 是OK的 对吗 嗯 说做多可以吗 啊 做多 我是觉得 呃 要呃 这根线上方挂一个突破弹做多 也不是不可以啊 但是我个人呢 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做左侧的反弹啊 嗯 你可以待着啊 不做也OK啊 这个 这个就是黄金 黄金跌这么快 那 那那中间这个第二根支撑区就被跌破了呀 是的 那接下来紧接着要到这根 这不五根支撑区吗 上面两根变成阻力区了 下边还有三个支撑区哈 那接下来就要往这够了 往中间这第三根支撑区够了啊 往这够 对吧 继续往下够呗 继续往下砸呗 黄金崽这么惨呢 呃 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威力哈 美元霸权什么时候没呀 你持续活着吧 再活了二三十年没准能看到啊 我是觉得短期你还看不到啊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 今天原油暴跌百分之三点八三 那对原油的一个判断呢 我们今天盘前在四小时图上给的感觉是 要么呢 你啊 在倒手第四根K线上方挂托波弹做多 要么呢 在下方挂托波弹做空 是这样吧 那么两个都有 都有技术原理 做多的理论呢 是这样的 把这趋势线调整到这儿 这也要出现一个阳线哈 再止跌再做多 对吧 那也有一种理论是这样的 假设呢 这是一个多头趋势 然后呢 跌破 回踩 这是一个顶部 死亡之纹 对吧 然后继续做空 是吧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应该怎么办 在四小时图上 有人说还是不知道哈 好 我们画一个下跌趋势线 这趋势线呢 可能 稍微留下空间哈 他有可能给一些反弹哈 反弹呢 有可能谈这个阻力区哈 这根横线阻力区 谈一下 看再出阴线的话 继续空 所以原油会不会跌下去 不知道 原油的趋势性并不是很明显啊 你说 事后看 你看这个是吧 但是过程非常的曲折哈 它不是一个漂亮的趋势 你看 之前涨的时候非常漂亮是吧 但跌起来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些局部的一些日内交易 也可以不做哈 这标的比较复杂 那么今天的天然气 网友说弄一下 哎呀 天然气今天又暴跌8.8%哈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上一波做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来着 是这个横向的斜向的这个小鞋铺支撑区对吧 在底部抄的底吧 嗯 做的多吧 那它再跌回来 那应该怎么办 应该再看一下明天能不能止住 我不能止住 破掉下方直升区就应该跑掉了 它怎么会变这样 不是说天然气还要涨吗 谁说的 你说的呀 我我说了吗 那万一大二代涨了 你是不是又不至于我了 在这东西呢 说跟我们啊 看坑线图是两回事啊 我们希望基本面对于天然气是一个利好 是吧 希望它能继续利好 但基本面只是一个博弈的因素啊 它不是全部 我们的技术交易者呢 还要有技术交易的思维 一旦破掉我们这个趋势线低点的时候 就应该做简单或者是先止损离场 对吧 嗯 因为市场有一些突变行情 那明天再突变一下 再拉升呢 也这种可能性吧 嗯 你看之前这些都是 跌下来 这一下就上 跌下来 哎 跌下来 对吧 你看 都有这种情况吧 所以也不能说一下就会完全就走空啊 啊 我们的底线是这根倾斜的这根趋势线啊 对吧 嗯 好 先这样看啊 明天看一下能不能止住啊 不能止住的话 就真得减仓了 对吧 嗯 这个呢 近期呢 我们是假设它在这里震荡 走出个五浪 一 二 三 四 五 你看五浪 我们对五浪什么态度来说 四五浪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是吧 这五浪啊 它不一定就到这就夭折啊 但是目前开始夭折 后续再长上去呢 也是有可能性 因为五浪是最复杂的 好吗 它能不能创新高还不清楚啊 不清楚 那有没有可能就到这真夭折了 那需要下一根肯定往下砸 说明到这就夭折了 说明这个洗白还没有结束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横盘的一个交易 区间 理论上应该按照 这儿作为止损点 对吧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今天的大事 我们看一下美元 那么今天的美元指数呢 再次恢复到一个相对高位哈 已经悬浮两天了 那我估计呢 这里不是一个空头的迹象哈 所以 多头可以去求预期空 多这个多 有可能在这里横盘一下 等待一下加息的一个情况啊 咱们就不去猜了哈 总之美元走强的一个概率 还是较高的啊 因为加息还没完成啊 通胀上个月还在八点多呀 你即便降到四点多 你还得努力一下力啊 是吧 降到四点多 降到二 那远着呢 早呢 我看着早呢 现在市场又在讨论 是加息一百个几点呢 还是加息七十五个几点 有区别吗 没啥区别好吗 没啥区别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哈 网友问啊 那么对于扣的来说 今天就是反向运动啊 注意 近期的UNG 是不是高位无需震荡了 有点 所以对这个呢 你也不能第一时间 就在这 在昨天那大阴线底部抄底 是吧 你看你抄你抄不到 因为它是非连续性的 不不这个交易标的 那这个标的呢 直接跳空高开了 拉升了哈 你就不能去追高 它究竟会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哈 尽量少碰啊 震荡行情的时候少碰 好吗 刚才的UNG也是 要注意减仓的情况了 对吧 那万一在涨呢 也有可能 万一刚才的UNG在跌呢 也有可能啊 但这个趋势 行情已经结束啊 应该要洗一下盘 好 我们看一下CHPT CHPT呢 我们给出的方法呢 不要去猜顶啊 当然它在这一带啊 也就是大概20到21之间 这个阻力区啊 可能会有所停顿啊 所以多头们要注意了哈 我们的工具是用趋势线去指引的 跌破的时候 要开始减仓是吧 没跌破 你不要去猜顶 我们说五浪是非常疯狂 也可能非常变态啊 也可能提前夭折 用趋势线去界定 好吗 我们都说过了这些规律 这就是规律 解决 解决他疯狂的办法 就是用趋势线嘛 是吧 我们把解决方案也都说出来了 有人说猜吧 按照 阻力区理论的交易者 实际上在今天已经第一步 少量开始减仓了哈 那明天如果跌的话 跌破的话 那就离场了 对吧 或者是进一步减仓 嗯 呃 他这个整体的一个状况 我还是感觉有点偏 震荡上行的一个感觉啊 你看 大型的叙事被突破了啊 嗯 新能源产业 少量的股票 还是比较热的啊 你看这个包括特斯拉在那都是 当然说特斯拉啊 都是比较强啊 我们看一下奈飞 今天这奈飞有点出乎意料啊 就是说今天还涨了5% 但今天这个黑线呢 需要明天的确认啊 因为下方日线图的MCD还是个死叉 因此呢 应该在这里在博弈一段时间 现在布局呢 都算是小仓布局啊 不要急 他会不会重复历史上 这反反复复震荡呢 你看历史上 反反复复在这里震啊 好像是涨了 最后又给你弄一下 有可能啊 为什么 因为大盘没稳呢 大盘还是在下跌呢 所以说个股 你再乐观也不能太乐观 明白了 这是逻辑啊 为什么 就你一个人乐观 那其他资金没乐观 那你能撑住这个牛市吧 不能啊 我们看一下SQQ 今天的SQQ应该是在走第五浪啊 我估计呢 还是要往上涨 那也就是我们大盘还要低啊 因为SQQ创了一个局部的新高啊 而且是跟阳线 非常漂亮 接下来呢 应该把这个高点突破上去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盘 要把低点突破下去 是吧 往上再看 这是第五浪 第五浪可能会疯狂一下 好 这个应该继续 有点上上的意思啊 PLTR是不是要见底了呀 网友问 还真有一点这种可能性 但是呢 现在做呢 应该按照偏震荡的一些 多头波段去做 这确实有点突破回踩止跌的意味哈 所以多头进场的话 止损呢 可以放在7块5 去往上看 走一波 接着呢 把趋势线画好 那万一明天再跌回来呢 止损啊 现在MCD是个金叉啊 对于个股 对于跌的比较深呢 确实有可能走一些震荡啊 那也不要到太远的 希望啊 还是要波段化处理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呃 FNJD FNJD跟那个类似啊 应该看这第五浪 看看能不能往上突破一下 对吧 明天 好 我们说一下XBI 生物科技 这个指数呢 它其实已经走完了五浪啊 12345 现在是一个洗盘的过程 有人看到 哎 这个地方洗盘呢 好像是突破直接的意思 对的 如果你现在想要去做多的话 你的止损务必要调紧到83 82一带 对吧 去博弈一个可能的二次测试顶部 是吧 一般都会有二次测顶吧 嗯 再测试下95 这是有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的啊 但也仅仅是你的想象啊 有时候就不不一定啊 所以多头也要注意小止损就可以了 好 网友还问什么了 特斯拉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特斯拉呢 K线收的就不是特别漂亮啊 到了上方这个阻力区呢 收出上影线了啊 但整体的一个多头态势并没有完全改变 多头还依旧需要把这个趋势线画好就可以了 我们也不去猜顶啊 说他能不能突破历史上这些阻力区 嗯 不好说啊 因为他是热门中的热门 也就是number one啊 最热的 不好说 我 我我持中立态度好吗 我们只能用趋势线工具去跟啊 不能去猜顶 但我从技术交易者的角度来看 好像是面临的阻力会越来越多了哈 这是特斯拉的多头需要努力的点 好吗 我们的底线一定画好啊 趋势线 嗯 嗯 其他的网友 其他的网友还问NIO来着吧 NIO啊 这个 也不行啊 今天是我收了一根音线啊 啊 那这样的话 他有傀儡的一个需要啊 所以多头们一定要慢一点啊 不要急 不要急 现在我也不知道了 为什么现在是熊市比较多 这种无需震荡还是会比较多啊 所以多头们都应该小仓位去做啊 或者是不做 明白吗 我们要看 尽量少动 少碰 会更好一些 更安全一些 网友还问什么来着啊 啊 不管问什么吧 反正整体的 哎 我们把这个可口可乐说一下 可口可乐 我们可是明确叮嘱过大家 叮嘱过什么 我们的长线趋势线在这个附近吧 他一要一旦要跌破的话 大家都要注意了 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好吗 这个优质股要开始破位的话 往下破位 破掉长线趋势线的话 就不是很好的征兆 好吗 提醒一下大家 巴维特又要开始这个面临较大的回车了 好吧 当然他还是龙头 我们把这个NVDA再看一眼 那今天又创低了啊 说为什么NVDA也好 MD他们不断的往下跌呢 答 他们不是芯片联盟中的主要主要参与者吗 是吧 中国这边上海这边已经说了 14纳米芯片都已经量产了 华为那边还有这个性能比7纳米的更好的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技术上的突破 什么光亮子芯片 这些对他们都不是利好 因为他就明明白白的损失了市场 那中国这边肯定自己弄了 你看资本是会告诉大家 到底他们做对了还是做错 做错了 说让他创新低呢 你看特斯拉就没有 特斯拉为什么没 为什么能被支撑住 在在中国建厂的呀 中国产量是最大的呀 对吧 还是得跟着中国走 有些企业 你的最大的客户 最大的产地都在中国的话 你跟中国是弄着反着 你还不走低了 台积电有点类似哈 台积电呢 有更复杂的一个情况 什么2纳米可能要在2025年要量产啊 或者要出出来 其实那东西都是极尖的领域才用得到啊 98%的领域是用不到的 98%的市场呢 都是在呃7纳米以下 14纳米以下 应该是 然后20呃 这个28纳米呃 更大的一个芯片啊 2028纳米的大概是占了30%多的市场啊 就可以了 中国这边14纳米解决 那抓大放小 小的也在精进就可以了 是吧 好 这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的格局 那台积电面临的环境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 我们就不 不 今天就不说了哈 好 我们今天先这样 明天盘前我们继续 拜拜